大家好,我是麥sir,今天會跟大家講的課題是常見的力之中的張力上集 前幾集我介紹了重力,發向力和摩擦力,這三種力都是兩個物體互相向對方施加 這集我會講的力比較特別,它是一個物體內部自己向自己施加 什麼意思呢?我用一個例子來解釋一下 我有一隻很可愛的兔子公仔,如果我用一隻手抓住他的耳朵,另一隻手抓住他的腳,然後上下一拉,就會變成這樣 我們可以數一下這裡有什麼垂直的力,這裡總共有三個物體在互動 分別是我的左手、公仔和我的右手,我怎樣拉這個公仔的呢? 就是向他施加向上和下的摩擦力 根據牛頓第三定律,公仔都會向我的手施加摩擦力 這就是我將公仔視為一個物體的情況 但我們可以用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情況,例如我們可以將公仔的頭和身體視為兩個物體 當我們這樣看的時候,公仔的頭就只受到向上的摩擦力 為什麼他不會向上加速跟身體分離呢? 原因就是,公仔的身體會向頭施加向下的張力 而公仔的頭也會向身體施加向上的張力 這樣張力和摩擦力就互相平衡,令到公仔的頭和身體都可以保持在不動的狀態 同樣的邏輯亦都可以分別應用在公仔的頭和身體上 我們可以將頭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視為兩個不同的物體 亦都可以將身體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視為兩個不同的物體 為什麼頭的下半部分不會因為受到向下的張力而向下加速跟上半部分分離呢? 這是因為頭的上半部分會向下半部分施加向上的張力 而頭的下半部分亦都會向上半部分施加向下的張力 這樣頭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都可以分別保持在不動的狀態 同樣的道理亦都適用於身體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 這個過程是可以無限地循環下去的 如果你在公仔的任何地方打橫斬下去 那你斬開那個位的上面和下面都會分別向對方施加張力 那張力就是一樣這樣的東西 要玩可以玩到很複雜的 但在這裡我們首先注意一件很簡單的事 就是如果公仔的每一個部分都處於不動的狀態 那它每兩個部分之間互相施加的張力就會是一樣的 如果這個張力的量值是T 我們就可以很簡單地說 這隻公仔裡面的張力是T 另外我兩隻手和公仔都在互相施加摩擦力 這些摩擦力的量值和T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也可以說 這隻公仔向我的手施加的力是T 特別留意一下 雖然我們是用符號T來表示這個力 但你自己要知道這個其實不是張力 在這個情況裡面 它應該是摩擦力才對的 好啦 那這個就是張力了 為什麼我們需要知道關於張力的東西呢 那個原因就是 我們的生活裡面有一件很常見的東西 那樣東西叫做繩 繩通常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就是有一個東西你想弄動它 但是又不想走過去推它 那你就找條繩綁在上面然後拉它 所以我們可以把繩視為一種搖拒私力的工具 當你用繩去拉動一件東西的時候 嚴格來說 我們需要考慮的物體是總共有三件的 分別就是拉繩的人 那條繩本身 和給繩拉動那樣東西 但是我們現在初學而已 所以我們就盡可能把事情去簡化 其實我們最關心的是拉繩的人 和給繩拉那樣東西 這條繩本身就不是一個重點來的 我們的課程裡面就只會用一個最基本的模型來描述一條繩 這個模型就叫做不能伸長的輕繩 顧名思義 我們假設這條繩是沒有彈性的 也就是說它不會因為受到拉扯而變長了 另外我們也都假設這條繩的質量是無限接近零的 在這樣的假設下 如果我們見到兩個由繩相連的物體 當這條繩拉直之後 我們可以說 假設這條繩裡面的張力是T 那麼這條繩就會向它兩邊的物體分別施加量值為T的拉力 一會兒我們就會在例題裡示範這件事的具體操作 這就是關於繩這件事你需要知道的東西 上集就暫時說到這裡 我還有一個叫做滑輪的題目要講 但是留下集再講 現在我想先跟大家做一條例題 鞏固一下剛剛學到的東西 和以往一樣 例題是有中英文版的PDF可以下載 連結就放在這條片的下面 有需要就自己下載 這一集和下一集總共有三題例題 本來我是打算在同一集中講完三題 但是我發現這裡實在太多東西了 如果分拆成兩集就好像比較合適 所以我們這一集只會講第一題 另外也想特別講一講 由於第二和第三題牽涉一些比較複雜的分析技巧 我就想將計數的部分盡可能去簡化 所以我們在這三條題目裡 會假設重力加速度等於10個MS負二次 就不是9.81個MS負二次 請你注意 好了我們就來看看第一題 如下圖所示 掛式A和B由不能伸長的輕繩X和Y 垂吊在天花板上靜止不動 然後題目就給我們一張圖看 以知A和B的質量分別是0.4KG和0.2KG 扣X和Y的張力 在這個情境裡所有東西都不動 所以我們把圓點定在哪裡都沒有所謂 另外這裡所有的力都是垂直 所以我們只需要考慮垂直的方向 我們就取向上正 要找出兩條繩裡面的張力 當然就是要用牛頓第二定律 我們就首先來數一數 作用在A和B上面的力有什麼 首先A和B都有重量 它們的量值分別就是MAG和MBG 另外綁在它們上面的繩都會向它們施力 我們就假設X和Y的張力分別是T1和T2 這樣X就會向AC加上的力T1 而Y就會向AC加下的力T2 以及向BC加上的力T2 這樣力只有這麼多 我們可以把這兩幅圖畫在答題子上面 畫好之後就可以開始計算了 我們要找的是T1和T2等於多少 從這幅圖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考慮B的運動來找出T2等於多少 根據牛頓第二定律 就有FN等於MA 其中FN就是T2-MBG 而A是0 題目就說了給我們聽 MB等於0.2 而G等於10 所以我們就有足夠的資料去找到T2 這樣就寫了 取向上為證 考慮B的運動 根據牛頓第二定律 根據牛頓第二定律 就有FN等於MA 由此可以得到T2-MBG等於0 調一調位 就可以得到T2等於MBG 也就是0.2乘10 計算出來就是2N 所以Y裡面的張力就是2N 那我們就找到第一條繩裡面的張力 接著我們就把X裡面的張力都找出來 今次我們要考慮的就是A的運動 根據牛頓第二定律 就有FN等於MA 其中FN就是T1-MAG再-T2 而A也是0 題目就說了給我們聽 MA等於0.4和G等於10 另外我們剛剛又計算到T2等於2 這樣我們就有足夠的資料去找到T1 這樣就寫了 考慮A的運動 根據牛頓第二定律 就有FN等於MA 這樣就可以得到T1-MAG-T2等於0 調一調位就可以得到T1等於MAG-T2 也就是0.4乘10加2 計算出來就是6N 所以X這條繩裡面的張力就是6N 搞定非常簡單 這個就是第一題 就給你有一個概念 知道我們怎樣處理關於繩的問題 上集就暫時講到這裡 下一集我會講一個 跟繩這件事密切相關的工具 這個工具就叫做滑輪 那就到時見了 拜拜